学生在上学途中遇到恶劣天气 应留在安全地方站备 直到停雨或小雨才继续上学 当红色、黑色暴雨警告 3号或8号台风信号发出时 教清局会发布停货信息 而在停货期间 学校应做好紧急应变措施 保持校舍开放 安排人员照顾反抵学校的学生 校方会为以反抵学校的学生 作出妥善的安排 家长无需急于接回子女 家长及学生应多留意 气象局及教清局最新的天气情况 以及停货安排 透过教清局及相关手机应用程式 或教清局微信 更方便地获取信息 亦可透过教清局网页、电视台、电台、路边 及关闸边境大楼电子屏幕得知情况 恶劣天气及组织 停货留家莫次宜